据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 利亚德警方日前奉沙特国王之命 逮捕了一名王子 这位王子殴打辱骂平民的视频 早先在网上流传引发了众怒 椅子上的男子被一脚踹倒 紧接着又是拳头雨点般的落下 驾驶座上的男子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 还要承受言语侮辱 遭受痛殴呻吟连连 却有枪支指向自己 面对枪支威胁恐吓的 还有柔弱的女子 这些视频中的施暴者 都被证实是27岁的沙特王子 萨乌德 本阿卜杜勒阿奇兹 本穆萨伊德 得知萨乌德给王室抹黑 82岁的国王萨勒曼大为震怒 他要求立即逮捕萨乌德 并将所有涉事的帮凶关进监狱 全面调查这一系列欺辱平民的事件 沙特目前共有王子5000多人 为非作歹 作奸犯科的王室成员 也并不是没有 去年10月 一名曾经谋杀同僚的王子 就在首都利亚德被处决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